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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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提到Augustin的時候 我們都叫St. Augustin 因為我在天主教大學讀書 後來那個時候 對於這個神學觀念比較反感 後來發覺這個 如果說 要說有真正厲害的哲學家的話 要我投票前三名的話 我相信我第一名會投Augustin 第二名我才會投柏拉圖 第三名我會投維根斯坦 為什麼有這麼重要的影響力呢? 因為我覺得 大家不妨利用Augustin的反懷疑論 開始了解 這個真的是一個哲學上的天才 他能夠把哲學的意境掌握得非常好 到目前為止 我們上的這個哲學史的概念 是以懷疑論的角度來解釋 那這個對同學來講 可以說是大不完一科 因為一般來講 你要把哲學史整個書裡 能夠要爬書得清楚 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容易 那我可以把我個人的心得跟你介紹一下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重點 就我們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我們都不會上滿三小時 但是我們就上這一次的投影片 這投影片有五十幾頁 每頁寫得密密麻麻的 我看的時候我都嫌累 那我想我說 慢慢慢慢讓同學們有一個清楚的界面 好瞭解 所以住教時間下禮拜就停了 下下禮拜上到蒙田之後 蒙丹念 蒙田之後再上這個住教時間 然後再來一次就是上笛卡爾 我講的笛卡爾 我自認是全國講的 相信在大陸也沒有像我講那麼清楚 自認當然文章都是自己的好了 就是這樣子 我講笛卡爾 因為我就為了準備這場課 把笛卡爾稍微讀通了一點 笛卡爾是沿著我今天講奧古斯丁講下去的 這個路數一般人都知道 但是它裡面的重點在哪 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做這個嘗試 把笛卡爾講清楚 你對什麼叫現代性就掌握得很好了 所以同學們要知道 這個活在現代 對於什麼叫現代性都搞不清楚 白活了 所以說也因為這個緣故 最後我們講到David Hume 是一個懷疑主義的延伸 是對於這個科學的終極批判等等 這個價值歸結起來 就是我們課程所要講的內容 所以一直會上到期末考的時候 最後還會有助教時間 告訴大家期末考要考什麼這些 剛剛這個歷史系統的同學問我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昨天 昨天就是開會 我也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個會對我來講 在座有很多同學也在場 這個會對我來講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個層面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哲學到底要幹嘛 我經常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怎麼樣呢 因為我自己很幸運 機運很好 然後很會利用形式 我這個教書上 我沒有太大的壓力 沒有太大的問題 很多人的話當大學教授 三板太郎 很多人當大學教授是三板太郎 只能看天花板、黑板跟地板 這個三板太郎 他教書有莫大的社交壓力 我沒有這個壓力 我非常喜歡教書 我愛得要命 有錢沒錢我都喜歡教 所以我就 我沒有這個壓力 所以我就開始反省 這個哲學的功能在哪裡 這個我們系上在開這個會 它名稱叫東西哲學會通 這個當然是我建議的 我們系上所有的方向也都是我建議的 落實也是我 邀請人也是我邀請 陪這個來賓出去走走逛逛聊天也是我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對我來講 我覺得東西哲學會通 會是我們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路數 我跟助教很早就講過這個理念 跟他爸媽都講過這個理念 我認為哲學就要能夠學冠中西 雖然我們那個少年迷惘了一段時間 想當外國人 你看我這樣的個性 想當外國人當然想得很像 我想幹什麼就幹得很像 我甚至覺得 我根本就是天生就是該做演員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後來我發覺 學冠中西很重要 學哲學 所以昨天這個第一點 人數量上跟值上都非常有效果 學生馬上可以舉手發問 講英文課的時候 開玩笑 不是你們每個人都有我這種能力 可以亂扯的 就不敢發問了 那是昨天的會議 第二點呢 我自己寫了一篇文章 我寫了文章叫《精神練習》 Lexercise Experger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法國的一個講到古代哲學 古代哲學的一個概念 就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古代哲學 跟奧古斯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說如果哲學的定義是固定的 那它就沒有古代跟現代跟當下的區別 如果哲學是這樣可以被定義 你不能夠說因為時代改變了 所以整個哲學定義都變了 因為這個東西是超越時代的 對不對 我們人的腦筋是一樣的 人的思想可能會加深 但是它基本的結構是一樣的 所以說哲學什麼是 否則的話我們就不要讀經典了 如果說時代不一樣 經典寫出來的經典的話 處在一個講廢話的時代 寫出來的經典也是廢話 所以這個一聽就證明很清楚 我們本來很幸運 文史哲的學生不少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怎麼對經典特別重視呢? 前人的智慧 所以我自己就寫了一篇文章 是有關於古代哲學的方法做的問題 第三個部分 我已經要一坐下來就 列世紀同學就問 也是我個人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 東西哲學會通 我們叫 我跟那個系主人商量好久 叫cross versions 我們找這個字 我們找了所有的字典 確定有這個字 我們才敢用 什麼叫cross versions 這個會通不是並列 不是放在一起 也不是比較 會通是說心領神會的會 那種insight 那種insightful communication 所以我們上哲學課的時候 都是要有這種有洞見式的理解 同學們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我講一句良心話 很多人講說因為我實不相瞞 我上了任何課都有出版社找我先簽約 我這個人的話 我最喜歡簽約了 簽完以後我就忘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簽了多少約了 就不會重複 不會違背自己的承諾 但是我上了課的話 我喜歡成套成套的講 很多人來的話 一聽覺得這可以變成一本書 找我寫書 我不是專門寫暢銷書嗎? 像我下個月就要開一個課 是要開斯多亞哲學 斯多噶 那約早就簽了 那個出版社還講說他們要來旁聽 看看能不能夠整理整理 免得我都交不了稿 我要強調這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上課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教大家哲學的目的 不是要叫大家說你看我的書 後來上我的課是一樣效果 這當然不一樣 你上我的課跟看我的書有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神會 會 就是說我有的時候表現出一些 對這個事物的了解 我跟大家強調 將來你們會有一半以上人會走學術路線 你要教書的時候你會發覺 這個教學對做研究太重要了 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你教學的時候 像我現在我教的東西要唬住你們真的是容易 我天天在講這個想這個你們偶爾接觸到 對不對? 還吃著麵包 咬著油條的什麼 哪裡能夠想到集中精神的 所以我唬住你們容易 但是我因為唬住你們 我要拿什麼來唬你們? 我拿最容易出錯的地方來唬你們 話要講的over exaggeration 這樣你一聽老師等一下 這個你好像講過頭了 你要有這種精神 這個時候我上課的時候其實是我自我學習 我以前寫的文章 深等的文章 我以前寫的東西很多 我每一次都是把那個理念先上課先講一出來 然後看學生表情 有時候學生表情越聽覺得言之可行 我馬上回頭就寫 有時候學生一聽表情都很奇怪 越聽越怪異 那我就放棄了 因為連學生他沒接觸過 他都覺得聽起來怪 你就發覺了 所以說他三知識可以工作 對我來講上課的功能就在這裡 所以我上課一直不斷地在展現我的理念 很多人覺得說我拿上課當成一個 當成一個好像抒發情感的地方 你錯了 我拿上課當成我做研究的第一步 就講出來的東西 我認為寫出來的東西 如果說學生聽了都搞不懂你在幹嘛 那你不用寫了 你初步的理念還不需要證明 大致上聽起來 所以說這個是 那我要強調這個什麼呢 就是說上課就有那種insightful thinking 就是有那種洞見 這種洞見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我們對於什麼是真實的一種察覺 英文有一個字非常好叫awareness 就是說我雖然不能夠確定它什麼 我不能用命題把它說出來 但是我感覺到這個真理不但存在 而且很具體地說明了 很具體地說明了這個東西彷彿 你看陶化元記裡面寫的彷彿若有光 你感覺到就在那邊了 大致上在那邊 方向不會錯 但到底是什麼還不清楚 我覺得這個insight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叫會 好 那我剛剛前面強調第一個 哲學的功能就是要發揮這種洞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東西哲學會通說明不但古代跟現代哲學沒有區別 在定義上 方法上 應用上 東西方的哲學也不會有區別 哲學的定義本身的運用功能也不會有區別 就是說要動用人的理解 你不能夠說美國人有美國人一套理解 中國人有中國人一套理解 台灣人有自己的哲學不能這樣講 它在理解的過程 所以我昨天一個題目就叫做精神練習與三行無聲 我完全沒有提到無日三行無聲事情 但是我就發覺反省的力量很重要 然後最後一點的話我就發覺 所以這種會通的一種力量的話 它就叫智慧 我們哲學不就叫追求智慧嗎 Philia Sophia Sophia就是智慧 Philia就是愛 愛智 那個定義上來講在這裡 而不是什麼呢 不是說你的哲學很厲害 你在美國找到工作 在美國教書 因為我英文也自信了 我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我可能先前的包裝不行 我原來做的決定不行 但是我發覺如果說你這個普通角色 因為在美國教書這個外在的概念而變成人才 那我覺得太奇怪了 對不對 那我覺得太奇怪了 所以也基於這個緣故 我跟大家強調你要去留學可以 但是記住留學本身不是鍍金 留學本身的話是充實內在 方法是一致的 你如果說現在話 海歸派其實是稱烏龜派了 不管用 但是你本身有本領的話 你就要了解這個方法是不會 變得 所以我先回答這個同學問 他說你東西這些會通 你用的方法是不是一樣的 我說我們就是今天要講的 就是這個部分 我為什麼要用兩個禮拜時間來解釋奧古斯丁呢? 因為一般同學並不會真正了解到它的重點 為什麼不能夠真正了解到呢? 請同學給老師一個機會 講一些有宗教意涵的字眼 但是我講的是純哲學內容 宗教意涵 為什麼呢? 首先像神光這種概念 Luminous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亞里斯多德認為說 人的嗅覺、味覺、視覺、聽覺跟觸覺 這五種感官知覺裡頭 記住 感官知覺就五種 你不一定像我這麼熟 其中視覺最明顯 視覺最明顯 所以孔子說觀其摩子人焉收哉 這個倒沒有什麼道理 但是什麼呢?視覺 你看這個人眼神閃爍、目光如豆 你就知道此非善類也 所以說我們這種認知沒保證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能夠發揮視覺? 就是因為光 就是因為光 那光讓我們看到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看到東西 而看到東西這件事情 這個visual visual sight 它的那個感受之強烈 讓我們發覺我們對於世界雖然有五種感覺 但是你觸覺、味覺、嗅覺 你總是有固定的極小的範圍 但是視覺讓你好像有一種比較寬廣的感覺 所以我們能夠看是因為有光 而這個光本身有經驗上的光 像我們現在就是經驗上的光 還有一種靈光乍現 那個突然 突然懂了 叫insight 就是我要強調的insight 那種叫 記住是靈光乍現 那麼這個靈光我覺得 還不如我們直接用神光來代表 叫divine light 為什麼要用divine這個字呢? 就是說強調人跟人之間有一個共通的部分 是每個人是人就有的部分 那因為我為什麼在這個前面兩個字 神光的理論的由來就反懷疑論呢? 就第一句話我就跟大家先做一個背景 因為我發覺我們之間有代溝 有明顯的代溝 我不曉得你們受的教育是什麼玩意兒 可是我在受教育的時候 從高中到大學教育 我大學教育 我大學是讀了基督教大學 我跟牧師也很好 我後來學位的話 我出過讀書是讀天主教大學 我一直在宗教環境中長大 對於我在理解上來講 透過這個宗教環境幫助很大 我懂得謙卑 我知道什麼叫無限 我知道什麼是傳統 後來我回台大教書了 發覺我不曉得你們受什麼教育 開始有一段這個無神論的教育 高中那些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我聽到 我曾經問過班上的同學 居然沒有一個基督徒 一個都沒有 不是這一班 你有 有你了 不是你有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什麼呢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我們在哲學課當中 用的跟宗教相關的字眼 什麼神 靈這些 並不是我們要跟大家傳教 我完全沒興趣 我早就別子為眾 早就叛教了 但是我要強調的重點是什麼呢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宗教的創生論 創造論 讓我們發覺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無限的部分 是哪一部分 就你的自由意志 就有這個重要的觀念在這裡 所以同學們呢 我要給大家先打一個強心針 很多人覺得 老師上課你錯了 不是聽到這個聲音就開槍的 而是說你要了解 在哲學中就少不了這種跟宗教相關的字眼 來理解什麼叫做真理 所以要了解真理就是要反懷疑論 所以說這神光的理論 那感官知識的本質跟懷疑論 這兩個是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相對應的 相對應的 就是說我剛剛講到感官知識 相對應跟懷疑論 你感官知識就是可以被懷疑的 你理解的內容 就是這兩種光 一種是經驗的光 另外一種是靈魂內的光 他們所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你要記住 就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 你做數學練習 從不會到會 中間就是那個靈光乍現的一個含義 就這個意思 好 所以說這個同學們就要了解 然後心靈知識跟感官知識的區別 這是言下去的 這是邏輯上推演的結果 那心靈知識的獲得猶如蒙光所造 這個第四點就跟第一點是相應的 那因此的話就知識有幾種層面了 知識的層面的話就是 有一次我們在上到柏拉圖的課的時候 後來我用個知識上的分類法 我講的從A到B 不要大中間有個C 從AC跟CB之間不一樣 大家都忘了 但你回去記住 這個知識分類表上最重要的是最後一段 就是這個什麼是使得連數學知識都因此而可能 要記住這件事情 大家現在完全不了解 你們坐在這邊 經過考試的理由 你們來這邊坐的原因 準備大學考試是沒辦法訓練出歷史學家、哲學家的 那種知識的內容沒辦法訓練歷史學 可是它在短期內 兩年的教育能夠讓你分出高下 只有數學 你沒有這個數學能力 你根本不可能坐在這裡 我要拿到這個麥克風 你沒有這種語言能力 你也不可能拿到這支麥克風的 像我們一來考試 有些人很緊張 我當場一問 你能教什麼? 你說 嚇了 就沒了 你懂嗎? 所以大家要了解 雖然要了解 行行出狀元 但是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在於 你擁有那個數學能力是哪樣的智慧 讓你擁有數學能力 你自己不會理解 你不會理解 然後你只會覺得說 我老子就是數學好 然後我拿靠的數學找工作什麼做工程師 你就虛有其表 浪費了這一生的才華 浪費了這一生才華 為什麼? 因為你用的數學能力只是一個指標 讓你不曉得深化它 你知道嗎? 你的腦筋像一把鏟子 把你腦袋中的錢能整個挖出來 你把廢物在旁邊 你廢物能夠解幾題數學 你能夠上個好大學 這才剛開始 所以大家志向要遠大 知識在分類上的話 表面上經驗的知識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看 我們早上上 像我們大家 你走在路上看到 有人化了妝了 打扮了漂漂亮 這是經驗上 看跟不看其實差別不大 但有一種內在美 早上我看到太太有內在美 一看趕快上班去 看到內在美 那還有一種突然想到 最近想到父母對我的愛做了一個夢 發覺 這是很多知識種類 這個層次上就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講到三種知識層面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也就是回應了 然後心靈知識的潛在跟實現 那這個就是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要花一點時間 要讓大家來了解 為什麼要用這些宗教性的字眼呢? 首先第一個 我跟大家說過 哲學的定義就是介於科學跟宗教之間 大家永遠不要忘了羅素講的這一句話 哲學如果不牽涉到一點宗教性的字眼 它沒有普遍性 哲學如果不牽涉到一點科學性的字眼 它沒有經驗性 所以大家記住我講的這個話 你將來的話 普遍性跟經驗性這兩個者之間的融合 會是你一生最重要的課題 你不信你試試看 你不信你試試看 包含你生活的吃喝拉撒都跑不掉這個問題 因為你受了教育 你有這個品味 如果你是野人的話 如果野獸的話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在有這樣的情況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就是同學們要了解 為什麼我對聖奧古斯丁這麼 這麼褒獎呢 我這裡頭沒有機會介紹他的生平 你們自己有機會去看 你最好看仔細一點 你就會發覺如何一個人最早寫 對自己的人生做了一個充分的交代的同時 在宗教上的選擇 奧古斯丁很偉大 他不是基督徒 後來變成基督教的主教 在北非的地區 在羅馬帝國 所以他的影響力 最主要是 原來基督教是一個很普通 很幼稚的一個宗教 一條歌就唱完了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親生兒子賜給我們 教一切信他的人 不知滅亡 反得永生 大家都會唱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神愛世人 這個都會唱 但是這個說完以後 他的那個理論基礎是奧古斯丁家的 他讓一個宗教變成一個哲學宗教 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現在的人權概念 人跟人之間交往的方式 社會中的這種慈善機構 這個基督教神學裡面都能夠呈現出來 什麼愛、寬容、和平、追求永遠的生命 這些都是哲學中可以證實的理念 在這個奧古斯丁的神學中也有包含 所以說大家要了解 有的人認為這個基督教本身是一個宗教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 它不只是個宗教 不只是個宗教 宗教的成分固然有 像我們大學 我們畢業典禮的時候 大家戴的那個帽子 穿的那個斗篷 那都是神父的 你要看到原始的樣子 我的學校就是最標準的 那個打扮的跟骰工是一模一樣的 不好意思講而已 現在穿的是改良式的 但是就是教會裡的傳統 為什麼教會的傳統會變成跟學術緊密結合 全世界的人都在學 還要學這個 除了把帽子丟到天上以外 那個我沒見過以外 其他的都 大家要了解這個原委 受教育的原委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真理理性跟光的理論 所以我已經大致上做了這個介紹 同學們可以開始稍微思考一下 稍微思考一下那個光 真理跟理性跟光 你到了這個 你到了這個所有重要的大教堂門口一定會寫 我是真理 道路 我是光 我是真理 道路 光 這個真理就是Velidas 道路 Via 光是Luminous 你在這個就是拉丁文 你到了這個東西歐的這個大教堂上面就會看到這些字 這個是理性當然是個大道 這個的話就可以顯現出來就是哲學上的一個意境 那麼對奧古斯丁而言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我上禮拜跟大家強調 如果先肯定真理不可能 對任何人而言是一個很失望的人生 對任何人而言都是很失望的人生 如果說你一定必然 因為真理不可能而你永遠活在虛假當中 這個是讓人感覺到非常失望的人生 所以為什麼呢? 這個不是我突發奇想 而是真理的確存在 只是我們沒有辦法掌握它 稍縱即死 是這個感覺 真的有的時候有很多人 像我現在每一天都在過很不一樣的生活 每一天 每個禮拜 這個很多人講說你瘋了嗎? 你為什麼要過這麼多不一樣? 我說我現在胃口大的不得了 我急著要把我的生活世界擴大 我急著要把我的生活世界擴大 前不久我終於一次一口氣做了六個半小時的大陸高鐵 從廈門做到杭州 我又體會到另外一種感覺 我坐高鐵的時候 我還特別搞了一杯水在裡面 我看水會不會漸出來 我就特別 我都體會這些東西 很多人沒有像我這麼大的胃口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覺你體會的東西越多 你感覺到那個真理存在的那個感受越強 就是如果你生活當中很局限 如果我沒有離開我們木渣那個小地方 我連道南橋都沒過去 永遠活在政大那個地方 我從小活到政大思小 北正國中 然後又讀了大臣高中 如果一路上這樣向來 後來讀了政大 最後讀了博士 然後在政大教書 就沒有離開那個橋跟康德一樣的話 那我感覺到生活中處處的是真是假不知道 生活圈就很小 比較的可能性不多 那如果說是你到各地一跑跑 整個羅馬帝國地中海轉一圈 你看到東西當然就不一樣 你就會覺得說只要有比較就會有真的存在 對不對? 談過兩次戀愛的人 對於真愛的了解 比只談一次的人要清楚得多 對不對? 有比較嘛 是不是? 那個是這個同學們 雖然這個話講起來有一點hurt 但是事實上的話 這個確實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說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說 真理存在 只是稍縱及世 我們沒辦法掌握它 是不是這個道理? 那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說對於這個懷疑論 那我們就要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 觀念就是 我們這一路上介紹過的很多各式各樣的人 都說真理不可得 但是沒有人說真理不存在 所以大家記住觀念 這個不可得跟不存在意境不一樣 我們說它是這個 這個undecided 不能夠說它是undecidable 就沒有這種本性 本質性的東西讓我們來做判斷 那真理本身必然是一個本質性的東西 所以大家很清楚 好 那麼奧古斯丁認為 我們不能夠對任何事物都採取保持的懷疑的態度 或者對真實採取玩弄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上課中不斷強調的 即使真理稍縱即逝 但是要活得認真 這個太難了 這個太難了 為什麼呢? 人有挫折感 一下子被問到說 那你開口閉口講你活得很認真 那你針對什麼認真? 像那個同學就喜歡問我 對不對? 他說你有沒有 你對你的人生需不需要make an effort waiting for the one fine day that finally your effort will pay off 這個很優美的英文表達 就你等到你的所有的努力都會獲得實現的那一天 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如果有 那麼表示你為了什麼? 你是為了這件事情有pay off 如果沒有 你是不是表現得很消極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同學們了解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人生的態度 像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是太小還是說是太沒有這個機會來了解這部分 但是這個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因為這個觀念 因為這個態度才讓你能夠有耐心 很多人急著急著 我要賺一個億 好了 到頭來發覺挫折感來了 一下垮了不行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是要了解這是很重要的態度 所以說你對真理不可以是玩弄的 但是你不能對任何事物都保持懷疑態度 為什麼呢? 請大家看 奧古斯丁認為 一個人不可能在思想中欺騙他自己是存在的事實 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不存在你就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所蒙蔽 這個裡面包含了這一句話當中 是作為大家要理解上的一個大突破 是奧古斯丁先發覺理解有這種可能性的 就是說理解本身用語言表達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自然語言跟數學方程是最大的差別 你們都學數學的就了解 數學方程是很容易用set theory 把所有的範疇分開 非常容易用set theory把它分開 所以所有 所以對於這個數學來講的話 categories不是問題 你用大F 小F就可以代表兩種完全不一樣的set 那就已經分開了 可是自然語言當中的話非常難 自然語言非常難 所有能夠幫助其他人的人 對不對? 在自然語言當中的話 他本身的話自己需不需要被幫助 在自然語言中很難 很容易被破解 數學中set theory不會被破解 用不同的符號代表 但是自然語言中沒有符號 自然語言化在溝通過程中講的是情感 所以我們才會在自然語言中出現悖論 在符號裡頭是沒有悖論的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符號裡頭為什麼沒有悖論? 因為你用不同的符號代表不同的categories 就不會出現這種悖論 不會出現矛盾 自然語言中會有 自然語言會講說 那些聖人合起來的話叫個大聖人 大聖人有沒有吃喝拉撒? 趴一下就垮了 對不對? 你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羞辱一個人 稱他為道德上良善的人 你沒辦法把它分開 任何人都會講 你抓貪污的人你自己會被貪污? 你一問不就垮了嗎? 對不對? 所以說同學們要知道 奧古斯丁是最先發覺理解的過程 他說如果你不存在 你就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所蒙蔽的意思是說 當你要說真理不存在的時候 或是你看到的真理是假的時候 你已經預設了你存在的這個事實 仔細看這裡面內容 就是說我現在強調 我看到世界基本上假象 同學非常認真 找到很上課 然後很想學習 你被騙了假象 你太太一人發了500塊錢 讓她們表現認真 因為聽說你看到學生不認真 你馬上就垮了 受不了打擊了 為了怕你發瘋 這已經付了快學期結束了 假的 好 奧古斯丁說即使是假的 但有件事你不能夠懷疑就是我存在 我被騙了 我被騙了這件事表示我存在 我是真的存在的 所以我才可能真的被騙了 所以你在這個假設當中已經包含了內在 請同學可以注意的 所以她講了一句拉丁文非常好 她說無論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況下 只要犯了錯誤的時候 至少這個人可以知道 她在思考 我在想說我怎麼會出錯呢 對不對 我真的出錯了 那她用了一個希臘話叫做 seephalosome 這個迪卡爾講的cogito exome 就是從這句話來的 seephalosome 但是我覺得她這個高幹多了 為什麼考幹多了呢 因為如果我犯了錯誤 所以我在上課當中強調 我這個熟讀這裡面的 大家知道我的哲學是什麼嗎? 我的哲學是負面哲學 我反過來想 我任何事情都反過來想 任何挫折上來以後 我就笑一笑講說 我們反過來想 其實它是好消息 任何事情你反過來想一定都是好消息 你一開始覺得難過的時候 你考不上台大 一開始難過 我不要五分鐘一想 還好 反正也都是一群爛咖 馬上就好了 馬上就好了 這差別並不大 你仔細想想看 你讀了台大以後有什麼成就感? 只有挫折感 沒有成就感 這事實上極確如此 像我有的時候 我原來 我原來在學校大小委員都選上了 人家都喜歡選我 有一次突然有一個沒選上了 我心裡悵然有所事突然想 不用開會 大家難過什麼 乾脆通通都不開了 就說發覺任何事情倒過來想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倒過來想? 發覺錯誤本身 在理解上來講有它的價值 有它的價值 就是你看到的錯誤未必重點不是錯誤 重點是真理有可能進一步發展 所以說它的名言就是如果被欺瞞了 那麼我就存在 see follow song 這個是奧古斯丁用主教寫的這個觀念 這個的話 同學們可以發揮一點理解的能力 因為我們自然語言 就我跟你communicate 我們可以communicate的這個語言 它裡面的問題太多了 除了我上次用的瘦肉經跟大家解釋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我們的語言本身包含的謬誤太多了 很多人會發覺此事無聲勝有聲 就是說明語言沒用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的語言沒有辦法把範疇隔離 沒有辦法像數學一樣 所以我告訴所有在座學數學的人 學數學的人極有可能會上失語言能力 因為發現數學語言遠遠超過自然語言的精確性 數學好的人大多數都有社交功能的一種 人家說叫障礙 我覺得不是障礙 而是一種自傲 學數學的人其實是很驕傲的 很少看過 數學又好 然後講話又富有感情的人 很少 不多 為什麼? 因為感情是讓語言沒辦法溝通的基礎 而數學是唯一不帶感情的形式語言 所以同學要記住 如果你數學真的好 像這個台大數學系能夠畢業的人 第一件事情到哲學系來上我的課學講話 這個人生一定非常璀璨 兩種主要的能力都具備 所以這個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說為什麼要強調這個觀念呢? 因為如果你會犯錯 你等於是已經反對了 成功地駁倒了懷疑論 對吧?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學數學的 你是不是也學數學的? 你看 大陸學數學的 你看 為什麼看得出來? 因為我跟你講 我剛才講到數學的時候 全班同學繼續沒反應 就他們兩個人很仔細 非常仔細 這個確實是很明顯的一個地方 那麼這個為什麼當你說see follows some 就已經駁倒了懷疑論呢? 最主要原因是懷疑論是一個general statement 是一個普遍命題 懷疑一切的存在 但是他說如果我會被騙 那就表示我已經是存在 而且是被騙 所以有先前的概念 你用數學可以寫出來 你知道嗎? 你用數學可以寫得出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category 它是先存在 然後這個存在的東西才能夠被騙 這是邏輯上 可是在語言上來講的話 就沒有辦法顯現出那個兩個category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用語言寫出來 反對懷疑論非常重要 反對懷疑論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所有面對的問題是真理存在 但稍縱即是 不能夠確切掌握它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為了要確切掌握它是什麼? 光靠數學完全不行啊 數學給你提供的是另外一種解釋 數學就是公理經過推理得到定理 那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不是形式語言 我們要的是透過自然語言 來了解懷疑論是不成立的 所以奧古斯丁做了第一個論證 所以也藉這個機會 從這句話我們看得出來 奧古斯丁是迪卡那句話 Cogito Eggson的先導者 我是故我在 所以同學們就完全不能了解說 我是故我在這句話有什麼用意 有什麼 有一時候看到蔡康永那種人都在講 我是故我在我心裡想說 開什麼玩笑 你哪裡了解到這個背景 我是故我在中間那個ego 就是說我思考了 therefore 不是單純的therefore therefore是把它放在後面 剛好相反 在我思之前 我必須先存在我才有可能思考 我幹嘛要存在? 因為我的存在是真的表示 懷疑論是有可能被拒絕的 對不對? 那拒絕是在思想當中嗎? 是的 在思想當中 而且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會思想 每個人都會思想 所以呢 那在我們人的世界當中 你只要證明人的世界是思考的世界 那麼真理就存在了 對不對? 人的世界是不是思考的世界? 人的世界是不是思考的世界? 還是不是? 來 歷史系的同學講 人的世界是不是思考的世界? 柯林屋說過所有歷史都是這樣 柯林屋 你講柯林屋的話 你們歷史喜歡講柯林屋 但是誰知道什麼是柯林屋呢? 對不對? 你用你的話來講 人的世界是不是 昨天我們請了一個北大來教授 他講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教育史 他說這是康德的觀點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教育史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 黑格爾講說人類的世界是透過自由的意志的彰顯 所形成的歷史 馬克思認為的話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階級鬥爭的歷史 不管怎麼講 只要有歷史的概念 就是說人類就是一個思想的動物 所以我們現在生活中的食衣住行 各方面任何事物都是思考的結果 而思考的結果 之前的前提是人要存在 所以懷疑論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被解消了 但是只有在哲學的世界中是解消的 所以我們上的課是一個 為什麼我們叫做哲學的通識教育? 因為很多同學根本就沒有搞清楚 你們要把現代性的核心問題搞清楚 你怎麼樣面對這個現代世界? 我是說兩性話 你們學管院的人 我有的時候稍微激動一點 就完全不能夠想你怎麼樣拒絕那種喝酒的場合 陪著美女或者陪著俊男在那邊跳舞的場合 你怎麼拒絕? 你那個animality會整個爆發出來 因為我賺錢的目的就是要爽 你沒有辦法拒絕這種物質上的誘惑 為什麼? 因為人的世界雖然是思想的世界 但是你想當動物 你知道為什麼人想當動物?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很滿足慾望嗎? 動物的慾望不一定能滿足 動物根本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壞 你知道為什麼想當動物嗎? 因為這種沒有道德 對啦 只有人才會有道德 道德是人給人最大的限制 最痛苦的深淵 我們一切的痛苦的來源 對不對? 但是你想到嗎? 有道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你 就是保護你不要做壞事的同時 你對人家不會構成傷害 所以道德變成我們的一個整個社會的基礎 我們又無能拒絕道德的同時 又想像一個沒有道德的社會 對不對? 全部是活在思想當中 道德就是思想的建構 對不對? 所以昨天我們的會議當中 那個北大教授講得非常好 他說講到道德先要怎樣建構主義 道德就是建構的 所以盧梭講的話好 人生而自由 但是所有的時刻都活在枷鎖之中 這個枷鎖就是道德的枷鎖 多好 所以同學這個道德是我們發明想像出來的 所以我在這場課當中跟大家講 我們學哲學的目的是什麼? 要不要重複一下 希望你們沒有抄筆記 但是因為它已經錄下來了 將來遲早你們都回頭看 就是打破道德的限制 這時候推理就出來了 現在要強調這個重點 所以這兩句話非常相似 但是說這兩句話的目的卻不同 奧古斯人要找一句話來回應懷疑論 而不像迪卡那邊企圖建立整個世界 所以我後來按照思想建立整個世界來發展 所以我告訴同學 你要活在現代社會裡頭 你的重點就是要掌握到 現在世界是怎麼樣出現的 對奧古斯丁來講它的動機很單純 就是要證明真理存在 那迪卡要重新建立世界 所以我們現在的世界 現代 從迪卡爾在17世紀講述這句話以後 我們18世紀進行了啟蒙時代 就是不斷地在建構新的時代 所以大家就會發覺 大家會發覺啟蒙時代 到底在啟蒙什麼東西 大家就開始懷疑這個問題 我們真的啟蒙了嗎? 我們真的做到了嗎?這種問題 好 奧古斯丁嘗試消除利基於感官知覺 不可以信賴的懷疑論 因為他非常了解感官知識所引發的問題 也了解為什麼感官知識在表面上引發懷疑 我一個問題 在船上看到水中 你去瑞潭划船 瑞潭還有沒有船滑?好像還有 那個水槳看起來是彎的 槳在的時候看起來彎曲 那麼感官知覺所觀察到的內容 如果我同意的話說槳是彎的 那我犯了什麼錯誤? 感官知覺上我會犯了什麼錯誤?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麼這個就牽涉到感官知覺的經驗 還有你想像中出來那個講應該是什麼顏色 是什麼形狀? 是應該什麼狀態?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這個問題是問說 我被欺騙的到底是我的思考還是我的個體 對不對? 所以他強調了一個重點 我跟大家說 這個完全是強調思考的部分 因為他講的個體其實表達不清楚就是我的感官知覺 個體感官知覺覺得我存在 那這裡面牽涉到兩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只有思想才能跟我們這個經驗世界脫離 如果我們在這個地球上來感受地球的話 那就是自我指涉 所以人家講說這個阿基米勒講說給我一個點 我把地球舉起來 那個點是什麼點呢? 那個點一定要離開地球才能夠舉起地球 對不對? 在地球裡給我任何點 我都不可能把地球舉起來 一樣的道理 所以只有思想的世界可以脫離我們 所以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這個重點 那麼這個思想的世界當中 告訴我們這個重點就在這裡了 所謂的錯誤發生在我對於感官知覺做的判斷 而會發生在感官知覺所能夠提供的證據 就是說我們的感官知覺是不會出錯的 就是而是在什麼呢? 而是在說我對於感官知覺做的判斷 這個判斷有可能錯誤 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 可以了解到 所以視覺向我展示這個獎 在特別情況下所現現的狀態 視覺並不會告訴我這個獎本身是什麼 這個同學們可以了解 像我看到你的這個表情 我只能夠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發展這種表情 它在大致上對我敘述了一個什麼樣的內容 我知道你現在心情很平靜 你沒有生氣 然後我一提到你 你稍微微笑一下是禮貌 這個都可以 但是我並不能夠說這個代表什麼或是什麼 你其實內心真的想什麼 這個就不能了 所以說世界不會說謊 是外在的事物導致了視覺器官的偏差 重點在於肉體的事物不可能對精神或是非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這個肉體跟精神或者靈魂這個區分 發生任何影響 靈魂導致可以注意到或觀察到感官知識偏差 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 這兩個很不一樣了 很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接下來就要做一個實際上的一個運用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上課 講的內容 同學聽得懂我講的話 對不對 然後你聽了以後 有些地方聽不懂 有些地方聽不懂 然後我就要做判斷 我怎麼知道有些地方同學聽不懂呢 發覺同學呢 聽著聽著呢 上眼皮往下眼皮掉 然後精神上不足 那我講的我整個氣勢都不足 我自己都快搞不懂了 那你當然更聽不懂 我突然就做了判斷了 我就發覺說慢一點 同學們出去洗把臉 吹吹洗北風再回來 慢慢慢慢腦袋清醒一點 比如說這樣 那我做這一連串的判斷 我視覺並沒有告訴我這些 是什麼樣來的觀念呢 就是論證的結果 有邏輯上的正確跟錯誤 但是我們不能夠說 感官自覺提供了錯誤的證據 其實我們不能夠否認 有些因為感官自覺的緣故 心靈會做出錯誤判斷 所以這裡頭有一種連帶的影響 有兩種不同的心靈判斷 一種是當下經過一想 直接想 急著想 快想 還有一種是比較深入的 深入的想 反省的 三省無聲勢的 我來跟大家講 同學們慢慢就可以了解到 其實剛剛講到那個水裡面的那個講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彎的 你看到的是彎的 但是你只能夠就你的視覺上來做判斷 你不能夠說它真的是彎的或是其實它不是彎的 你視覺上是不會影響你 然後的話你要再進一步想 有一些事情的道理 像奧古斯丁是有名的基督教神學中 他是採用了柏拉圖的系統 柏拉圖的系統 講起來這個傳統其實也是一致的 所以奧古斯丁將注意力集中在數學跟邏輯的命題上 而且他認為這些命題導致了不容懷疑的真理 也就是用來反對懷疑論拒絕不容懷疑知識的真理 就是說這個是第一步我們都擁有的 作為一個象徵性的數學的推理 請大家注意數學本身未必絕對是真實 但是數學公理經過推理得到定理中間的重點 公理不會是真的 否則它就不叫公理 那麼那個推理的過程不會是假的 否則它就不會叫推理 這個同學們可以理解推理的過程 就雖然講說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未必是一條直線 但是因為直線所推演出來的定理不會是假的 那個推理的那個過程 這個是同學們要了解 所以講的是這個 那這些命題擁有普遍性 必然性跟不遍性 而這些特性剛好是自覺經驗無法提供保證的內容 所以我們講到這一部分的時候 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我為什麼會說真理必然存在呢?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真的經驗嘛 真的經驗 但是這種經驗的話很快 很直接 所以你不會珍惜 你會覺得是你的一個能耐 一個能力所展現出來的內容 就沒有什麼 我也不能夠說它好或不好 但是它不是一個練習的對象 比如說 那麼八加二等於十 這種命題 這種數學命題 它永遠為真 那麼這種命題的話超越了心靈 它的真實是確定的 這種命題也就是普遍的真 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部分呢? 就是我們在心靈當中在認知上有真的感覺 有真實的感覺 數學嘛 就是例子 那這個部分 所以有的時候同學們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最近週末的時候跑到那個十餘所去 看了那個歷史文物陳列館 禮拜六有空我就去看一看 我很喜歡看一樣什麼東西呢? 我很喜歡看以前的那個科舉時代出的考卷 我很喜歡看那個 你知道為什麼很喜歡看那個嗎? 我就在想 我在想說 為什麼在那個時代中 這個數學叫奇蹟銀巧 然後這個考卷的話 卻是人的這個李耀龍門的依據 我在看那個考卷 那考卷文言文很難 但我仔細看裡面題目解開以後呢? 它竟是一些 就是一些政論性的文章 你要就是看懂那個題目 就是要問一些國家大事 後來我就慢慢發覺了 我就發覺了 知識確實有三種 第一種的話呢 是我們一般的 用經驗上自然而產生的累積的規律 這是一種 比如說我經常來這裡上課 上了課以後 因為九點鐘開始帶了早餐來 覺得這是規律 還有一種的話呢就是數學 考試的話呢 大家一般來講 像你們學數學的你們怕不怕考數學? 那廢話我們每個都一樣 答案是一樣的 關鍵是難不難 這根本是個相對性的概念 所以大家都一樣 對不對? 這都一樣 但是的話呢 簡單的話呢 但你的簡單程度比一般人要稍微高一點吧 略高一點 略高一點 你很謙虛 那這樣 我們就 我們也有怕也有不怕的 所以說這個也還好 也還好 但是你要不怕的話呢 你覺得沒意思 你覺得這個 但是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給你時間你大概都想出來了吧 這是對不對 那你就搞錯了 絕大多數人給時間也想不出來 很多人是想不出來的 一看就煩了 我一直感覺到方程式跟那個樂譜好像是一樣東西 所以這個就不可能解出東西來了 就沒希望了 但是這種東西的話呢 它確實是一翻兩瞪眼的東西 給你時間你就解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看了一個很複雜的文言文 要寫出一篇文章來 這個是什麼能力 這是什麼能力 那個融會貫通能力 這個能力就厲害了 這個就是人家講說 所以說這個大家以前就會覺得說 我在越南見過人家拜一支筆的 越南拜一支筆 認為說那個筆旁邊寫個對聯 對聯很有意思 就說是同樣是一支筆拿在不同人手裡就會寫出不一樣的文章 很有道理對不對 然後另外的話呢 同樣一件事情在不同人做起來的話呢 就有善有惡 就這樣子 就寫了個對聯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說 涉及到的那種第三種能力 那種綜合能力 所以說就可以 所以說 那麼這種 現在先強調前面這兩種 這個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 因為這兩種的差別 是我們這個 我們哲學的起源 是不重視數學能力 柏拉圖那個時代 也不重視數學能力 跟我們這個中國的文化一樣 重視講話的能力 原來是能說善道的Retoric Sophist 講話都是強調講話 因為這個數學能力的話 這種一翻兩燈也能力 不知道應用 不曉得它有什麼用處 對不對 假如說你們純粹純粹純粹數學 你別急著講 你別急著講 至少在我們面前很有用 展現很有用 對不對 老師一發題目下來你很有用 有短暫的那種快樂感 像吸毒一樣 過了就不行了 過了就不行了 情況很不一樣 但是如果說 但是這些數學沒有純粹的了 可是應用數學了 待會我跟大家介紹一下現在學數學在幹嘛 那應用可大了 我告訴你 你根本都搞不清楚 你荷包的錢都是靠學術學在幫你操縱的 真的 這是這個financial mathematics 很厲害的 好 那不講這個了 那最主要是要告訴大家說 以往的話強調的重點 在哲學的傳統中都是強調演說的能力 講話的能力 集結整體的力量的能力 而認為這是人應有的特質 所以對於奧古斯丁來講 數學這種不變性、普變性跟必然性 可以應用在美學的價值上 而且可以用來凸顯智慧的領域 所以這種將永恆的真理規劃一個獨特的領域 可以作為神的心靈的典型 以及饒富創造性的理念 所以說這個話稍微需要解釋一下 稍微需要解釋一下 大家知道最早的數學學派是畢達格拉斯學派 畢達格拉斯學派三樣成就 第一個 數學 第二個 神學 第三個 音樂 知道吧 為什麼是神學呢? 因為數學好的人就會發覺 就會問一個問題 所以數學之間的這個Harmony 這個秩序 這個order哪來的? 這個演算的這個結果 像我以前看到很複雜的方式 最後演算的結果什麼什麼的答案是 我都挑那個最簡單的一勾 大字上 不是0就是1 就會覺得說簡單 簡單就是美 然後那個音樂 音樂當中 我是沒什麼音樂細胞 我這時候長到40歲才知道還有走音這回事 你就跟著亂唱 後來就不敢唱了 發覺原來有音樂細胞人跟沒有音樂細胞人 天跟地的差別一樣 後來才知道發覺原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裡面就是牽涉到 叫做Predetermined Harmony 遇先決定的 這個叫Harmony我不曉得 就是柔和吧 美好 Harmony就是什麼? 協調 不會講 好 那麼這種的話呢 這種感覺 對於奧古斯丁來講 他是一個了解 另外一個理解 understanding的領域 另外的了解 就是他已經做了示範 所以說在認知過程當中 為什麼我們會強調就是說 像視覺一樣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呢? 是從這裡 我們很明顯的感覺都有另外一種 而事實上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也有非常多的這種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理解 當下的理解跟長遠的反省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說感官視覺可以因人而異 數學的命題真正不會受到個人影響 而是真是獨立於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 所以說大家會覺得說 數學是一個獨立的領域 那麼這種普遍性必然性會運用在價值上 可以說產生了一種新的一種認知的方式 那麼對於奧克斯丁來講 我們現在已經反對了懷疑論 我存在 但是反對懷疑論不夠啊 光我存在像他講的純粹在思想中是不夠的 要更進一步講說 這個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獲得真理 獲得真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麼他靠的部分當然是我們的身體跟心靈中的區別 而主要是心靈的那個部分 所以說講到數學只是一個例子 其實後來有整個哲學史當中有很多人 真理是用數學的推理模式 道德 倫理學 大家去讀讀斯比諾莎的倫理學 也是用幾何學的推理來展現 那美學的部分比較少 比較少 但是其實也是把它放在道德推理這個部分來了解 奧古斯丁的胃口更大 他要反過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也可以用這種推理的方式來證明 而實際上他也很成功地證明了這個部分 因為這就是我們進一步要講的 所以說真理是由另外一種經驗所推理出來的 你更清楚更確定方式來獲得這種內容的經驗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真理是在心靈中所推理出來的 而且這個推理的過程因為不會出錯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會達到更精確 更清楚 這個是他所要強調的內容跟重點 如何更清楚更精確呢? 就是sight 視線的問題 心靈知識獲得這種經驗可以成為理智上所展現出來的 sight 這種看到的事物 而古斯丁禮他用這個視覺來比喻 就是說我在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強調過 視覺很特別 視覺很特別 你可以看的 在五種感官知覺中它最特別 那怎麼樣把這個特別清楚的部分放在心靈中做個解釋 那你一定要假設 一定要假設是個光照到 所以我們用眼睛可以看到 那我們心靈之眼或靈魂之眼 靈魂之瘡也是要能夠看到 那要有光 那這個觀念呢 就是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沒有哪一樣東西 是一下讓光不見的 就是凡是光照到就亮了 那麼這個比喻其實有很深遠的含義 但是大家都可以間接地了解到 那麼我們需要 就我們受教育的時候 我一再再三地用教育作為一個例子 同學們就可以了解了 為什麼教育這個例子這麼重要呢? 因為 教育如果純粹是 一個教一個學 那怎麼養成出來一個完整的人格呢? 這個不好理解 如果一個教一個學 那如果說不教光學 在師徒一樣 老師念一遍 大家跟著在念十遍 這只能夠養出那個佛光山的叢林學院 那養不出那個完整公民的 對不對? 那你要還缺什麼呢? 還缺什麼呢? 那你要缺到說 伴隨著受教育的過程中 然後再成長 在歷程裡頭 慢慢發掘 可以運用另外一種理解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雖然我的體會比較晚一點 但是我剛剛跟大家強調過 我盡量讓我的生活中變得豐富一點 目的就是為了學嘛 目的就是為了學嘛 所以我一直 我一直以這個做什麼都敢講的人為自我期許 重點不是我真的什麼都敢講 什麼都能講 是我想要擴大我的生活範圍 作為學習 所以說理解之於心靈而言 就像視覺之於感官 這重點就在這裡了 所以理性就是心靈的視線透過本身來掌握 掌握真實並不需要身體的干預 那麼這個就是大家可以了解到 那這個是我們所有 所有生活當中最重要的部分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剛剛跟學生在談的時候 你學習道德 我好像是在回答你的問題 學習道德 同學們你要知道 學習道德的話的重點不是在於說人家怎麼做 我就跟著怎麼做 相願得之賊也 學習道德的事情是 做一件事情 我當下有我個人的判斷 而且做出這件事情的話呢 從心所欲不預舉 就是要以這個為目標 對不對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獲的目的 最終達到七十歲 你活到七十歲才重新所欲 那不是說突然一吃了七十歲生日蛋糕 馬上就重新所欲了 不 是一直在學 每次 所以說像我現在離七十歲還有一段年齡 對不對 那我有的時候偶而欲舉 偶而欲舉的時候要稍微慢慢矯正一下 再學習嘛 我有自己的想法 不對了 就是無日三行無深 有的時候做了跟人家不一樣 我要做出判斷 大家都這樣做 為什麼你跟人家不一樣呢? 我說因為我覺得我是對的 我經常要做這種理由 經常做這種理由 就是這個一樣的道理 我是落實我自己 我跟大家說過 我上這個課是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所以說那麼理性就是心靈的視線 透過理性來掌握真實 不需要生理干預 知道就是去看 去思考本質的真實 或形式 在看見跟理解相似中 在奧古斯基斯所抱持一切中最重要的 也是最深入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同學們要了解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生活當中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我自己做的那個 在理解的那個過程當中 自己對還是不對的事情 它有真意性 沒有真意性 沒有真意性怎麼會有出名呢? 出名很多人都沒有做好準備 出名很痛苦你知道嗎? 出名會很痛苦 你到哪去都有人跟你打招呼很麻煩 你旁邊站了個小女生在講的女兒 然後站了一個老女生叫太太 那介紹一下 對不對? 這個很麻煩不能幹壞事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很早就要想清楚 而且這個想清楚要思考 我覺得這個是道德非常重要的一點 我自己 我覺得所有的同學也都應該練習一下 做一個不預舉又跟別人不一樣的人 像你這個剛剛講到你們數學的題目 你講到說大家都會的我會 那個不重要 雖然是大家都不會的我會不說 我跟人家解法不同 那就厲害了 那就厲害了 就是說這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就厲害了 所以這個情況 好 那麼這個奧古斯蒂呢 就是發覺問題了 會出錯的心靈要如何掌握不會出錯的真理呢? 這兩個性質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這也是因為我早上被課的時候 看到這個題目以後 我在想說我要慢慢的講解一下 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心靈會出錯 認識上的錯誤會受到經驗的影響 本身想歪了想偏了 那麼怎樣會出現掌握真理? 奧古斯認為人的心靈就是發生不變真理的場所 那麼柏拉圖有一篇叫斐多篇 PHAEDO 大家看跟佛經寫的一模一樣 還有什麼轉世啊 又是什麼前身啊 就跟那個潘青年的故事寫的一模一樣 孟婆茶啊什麼完全一樣 叫PHAEDO 然後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 這種知識形成心靈的部分 也就是那個從不變真理所得到的前世 能夠再得到的靈魂知識 所以對柏拉圖來講 他完全是用一種理想世界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心靈能夠回憶起在前世中所看到的事物 所以前世中什麼事物呢? 我跟大家稍微做一個解釋 這從柏拉圖的角度來講 我們心靈 大家會發覺 今天不是找你們兩個要查 是會發覺說 老師發卷子下去 全班80個人考試 你們兩個在一起 不能互相討論 從全班都不會 你們一定有這個經驗 尤其是女生讀數學 那是太難得了 其貨可取 十分之一 大概這個比例就這樣 你老是卷子一發下去 全班都不會 你也不會 然後突然 你會了 交卷了 對了 100分了 這個經驗常有吧 常有吧 就是假裝常有 那請問你 這不是重點 分數不是重點 重點是從不會到會 你是怎麼會的? 你是怎麼會的? 你想想看 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有嗎? 有啊 全班都不會 對不對? 那老實講說寫錯的下地獄 答錯的話到地獄底下去 大家都不敢交卷了 就你站起來爬爬爬爬很瀟灑嬌了 然後就看 對 上天堂吧 對不對? 你有這個經驗 請問你從不會到會的過程 你的腦袋中發生什麼事? 在那個不會到會的過程中發生什麼事? 好像就是突然想到了某一個學過的東西 或者是很多學過的東西突然組合到一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學過東西 你到底知道還是不知道? 知道 知道什麼? 潛意識 潛意識 潛意識不可能講出來的 潛意識的定義就是說不出來的 你怎麼會了? 怎麼會的? 每個人都有這種類似的經驗 從不會到會中間發生什麼事? 身體上有沒有受到什麼改變? 說突然冷氣一開 腦袋清新了 開始有 有沒有這種事情? 忽然想到 忽然想到 想到 外面沒有 開冷氣會不會讓你想得快一點? 開冷氣會不會讓你想得快一點? 不會 確定不會嗎? 很熱很熱也能想得到嗎? 全身是汗也能想得到嗎? 照理說來講 心靈的位置跟身體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我們日常的經驗 我們現在講的同學在座 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你們都是好學生 都是好學生 其實我也不差 差不到哪去 所以我發覺有很多地方 這種東西 那個力量 你就突然想到 怎麼想的? 就是在這個心靈當中 那麼這個時候 跟柏拉圖的觀點有兩個地方很不一樣 第一個 不是只有你們才能夠突然想到 不是只有你們數學系的學生突然想到 所有人都有這個能力 因為上帝造人是公平的 所有人都有這個能力 然後第二個再者的話 這個是不是單純的形式知識 所以經驗中的內容也變成了心靈思考的對象 對吧?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經常很懷疑一件事情 會考試的人會不會辦事? 我經常在懷疑這件事情 我的印象當中會考試的人好像都不太會辦事 但是我覺得是同一種理性 這當中還是有一個區別的 有一些人辦事很能幹的人 他不會考試 有一些的話很會考試的人 他不會辦事 我覺得應該是同一種理性 都是用這種心靈的力量 對不對? 所以我就發覺說 這裡面的區別 可能是沒有練習或怎麼樣 所以根據這種理論 這種知識形成心靈部分 也是那個從不變真理所得到的前世 能夠懷疑起來的靈性 就靈魂知識 所以從柏拉圖的角度來講 介紹另外一篇對話錄叫Manon 剛剛講的Faido是要你去看佛經的 這個Manon是講說一個十歲的奴隸的小孩 怎麼樣也會知道怎麼樣從一乘一的正方形 找出一個剛好兩倍大的幾何題目 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可以一步一步解釋出來就是普遍人都有的能力 所以說這個第一個部分就是對柏拉圖來講 這個事情跟你讀不讀數學系沒關 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換而言之 換而言之你想出來那個解答 假以時日慢慢解釋也都會了 只是說你可能用人家的1%的時間 人家的話來花1000倍的時間 慢慢慢慢也都懂了 這個差別就是都有這個能力 所以奧古斯丁曾經暫時接受這種靈魂有前世的想法 但他後來改變了 他用神光理論來取代 因為這個就是奧古斯丁對於柏拉圖思想的一種進步 那進步 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我現在一直要強調 為什麼剛剛會追著大家問 突然想到 每個人答案都是突然想到 為什麼 你突然看到 所以我經常在問 我說這個你要了解到 就是這種集結各種知識的能力 其實是受教育中的一個環境 就是說大家要 你不學 其實我覺得有的人有這種能力 但是你開發的方向就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我特別強調 用它的這個神光理論 是我們講的第一個概念 為什麼要用光 就是視覺 這個大家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用神光呢 就是要強調 這是每個人都有的能力 因為要恢復前世 用柏拉圖的reminiscence 會出現一種精英的想法 大家知道柏拉圖最大的遺憾就是 一方面強調人都具有普遍知識的能力 另外強調理想國裡面寫出來的 就是全部講到精英 哲學家皇帝 所有的話 身體強壯的工程師做衛士 然後人分成精英、銅鐵、四類 這種強調這種問題 威權主義 奧古斯丁的話 他們是信基督教的背景 所以這個需要一個理論來解釋 這個點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說是用精英來帶領一般的無知大眾的話 那根本不需要理論 人的自然結構本來就這樣子 人的自然結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你們到了那個台灣南部 高雄有個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的特點 學術怎麼樣我不曉得 但他有猴群無數你知道嗎 聽過沒有 去看看那個猴群 你看猴群以後你就馬上了解人類的組成 猴子裡面自然有領袖 領袖的話 取得交配權、食物權還有被保護權 都自然而然生成的 它長得特別大 各方面你一看就懂 我特別去那邊參觀過猴群 我看過三群猴子 沒有例外的 我相信人的原始狀態大概也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有高低貴賤吃分不需要理論 但是這種在人的這個社會 透過思想中的社會 在基督教的社會當中 或是在哲學的理念當中 那當然需要新的理論 所以奧古斯丁對於柏拉圖進行了修正 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在這種環境下 因為現在這種環境下 如果說精英領導 大家沒有很興奮 我在這個班上調查過 還記得嗎 我調查過說 台大學生就應該是領導別人 薪水比較高什麼的 問贊成的舉手 稀稀疏疏的 少數幾個人說 對啊 要不要那麼辛苦讀這幹嘛呢? 大多數人覺得說不行 作為社會的一份子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要公平 都還是這樣講 而且講得很認真 好 那麼這個神光理論 不但是我們看到永恆的真理 而且要能夠有不斷的標準或理念來做判斷 這個理論在中世紀成為奧古丁思想的 奧古斯丁思想的一個主要代表 那麼請同學注意 我把這個背景 好 那麼在這個光與光照在奧古丁時代是很常見的題目 這個在摩尼教來講 就是沒有講到它的背景 奧古斯丁原來是姓摩尼教的 強調光、火這種 比較像波斯那種宗教 拜火教比較接近 詳細的背景我沒有提 但是也強調說它是如何轉換過來的這個背景 柏拉圖談論 善就像所有美好跟美麗事物的原因 導致光在感官世界中出現的原因 在理智世界中 善是導致真理跟理智出現的原因 就是說這個good 追求好歹追求好 我們這個人有趨利避害 追求好歹 就是示好歹這種區別 在這個基本上的理念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作為神光理論的一個基本的一個 基本要發展的一個主要的觀念就在這裡 那麼心靈知識獲得猶如蒙光所造 我把這個說清楚一下 這個裡頭歸功於西柏拉圖主義者對光所做的解釋 什麼是西柏拉圖主義者呢? 大家要了解這個 整個這個基督教哲學發展的前身 是有一個希臘化時期 我們講到這個 講到斯多噶學派的希臘化時期 希臘化時期之後 有一種系統性的綜合性的哲學 綜合性的哲學當中 主要是有一個普羅提納斯 普羅提納斯 他運用了柏拉圖的思想 創造了一種新柏拉圖主義 那新柏拉圖主義的重要性在哪裡呢? 就是他認為有一個一的概念 會使得一切成為可能 就是一產生多 就像柏拉圖講的說 有一個 他那個時候沒有基督教 所以他不是用神的概念 就是用理念 理型的世界 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完美世界 那底下會產生了其他人世間的各式各樣 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麼那整個創造的過程 那我們比如說在柏拉圖的理念當中 我們之所以能夠看到各式各樣的發展 看得主要是像 這個觀念是這樣子 你如果看不到你不知道它存在 你看到了才知道它存在 那為什麼看得到呢? 就是因為光 換而言之我們合起來講的話就是說 創造的概念就是被光照到你才看得到 就這麼簡單 如果光有心靈的光跟有經驗上的光 那你經驗上的光看到 比如說這個屋子當中 我們看得到的部分就是肉眼所能看到的 其實它有無限多個部分是我們看不到的 我們無限看不到的話 我們不能說它存在或者不存在 因為我們看不到也不知道辨別它 所以心靈的力量也是一樣 所以說創造其實就是被光照到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這個 所以這個是 我在這邊這張投影片 要告訴大家解釋一下 奧古斯丁的整個理念 它來源的這個傳統跟背景 有傳統 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點非常重要 同學們將來 你要講一件事情 要有可信度 這做學術了 做學問 像你們學歷史做學問 你講一件事情要讓有可信度 你一定要依附一個傳統 你不能講說我認為 那就沒用了 一開頭就沒價值了 馬上 我最喜歡審這種我認為的文章 馬上啪啪啪就當了 你認為 你老幾 你認為 你要說誰誰誰認為 後來 然後呢 但是綜合所見我認為 這個誰誰誰還是講得比較對的 都是這樣的講法 所以說這個要從傳統來講 奧古斯丁的傳統 所以當一個人從物質的黑暗 到了永恆的真理的領域 不但轉向了光 而且完全處於被光照耀的情況 奧古斯丁從辛波拉圖主義得到這個光照的理念 並且將其與基督教的信仰結合在一起 就是基督教相信那道照亮一切在世上人的光 所以我跟大家強調說 我是真理 我是道路光 Velidas Via Luminous 那個Luminous Illumination Luminous就是那個光的意思 就是那個光就在這裡 所以說是這個光就是一種創造力量的一種展示 就是它終結了很多的觀念 做很多的這個隱喻 那麼智慧對於奧古斯丁是什麼 所謂的智慧就是人類心靈透過認知知識的能力 來掌握真理的過程 所以我先在這邊再強調一下 我們翻譯那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翻譯成人工智慧 你們大陸翻譯叫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翻譯的可能比人工智慧好一點 因為人工智慧 智慧怎麼會是人工的呢 對不對 智慧是一種 智慧是一種 就是跟真理一樣嘛 對不對 稍重即時 智慧 智慧就是把真理鎖住的籠子 然後真理是鎖不住的 所以智慧就是陪著真理就是 就像是二郎神跟孫悟空一樣的這種關係 對不對 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的 抓到了又放了 放了又抓了 就這種關係 那怎麼會有人工出現的智慧 因為我們要的智慧是一種幸福的保證呢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翻譯上讓大家產生一種誤解 這個不是智慧 所以智慧是一種掌握真理 我們這個課上到現在 就是說真理沒辦法掌握 所以我們現在講了智慧 所以對於這個新柏拉圖主義者而言的話 心靈佔據了亞里斯多德的積極理智的地位 而靈魂則是對應於消極理智 就是說心靈是有意向性的 那靈魂是被動的 這應該是講說主動跟被動 我們心靈會主動去想 我們會 我們在心靈的力量 我們上課 我一直不斷地丟出問題來讓大家思考 對不對 讓大家去想 這些問題的話要有啟發性 你會主動去想 運用心靈的力量 去想一些力量 我上課 我為了讓大家思考方便 我往往把我們要做的事情都簡化到最簡單不過 讓你去想 是不是這個道理 那麼這是上課的功用 可是我們的靈魂本身來講是被動的 沒有這種主動去想的力量 所以這個區別 這個叫做积極理智跟消極理智 就是亞里斯多德的分類 那心靈被縮成一種積極的行動力量 而靈魂是在潛在的那個被動的 靈魂是受到心靈所形塑的材質一般 而且心靈在靈魂內部創造的形式 這些都是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所以亞里斯多德會做這種categories 就是不同的範疇的區分 我講到這些都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本身在思考的能力上來講 我們首先確定了思想是我們思考的能力 而且我們在意的是一個思想的世界 就講到c follow exome 就是在思想的世界 這個同學問的問題 我一開始上課講的第一句話 然後思想的世界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思想是來自於心靈 心靈的位置在靈魂 那我們心靈的部分的話 可以主動透過思想 主動思想的話 然後我們就有一種 我現在講的這個soul是方便來講 我並不是說人真的有鬼什麼 我不是講這個意思 我是發覺說 我們在思考對象的時候確實有兩種 一種主動的一種被動 這是亞里斯多德的區分 亞里斯多德強到經驗 你確實是這樣子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就覺得說有一件事情 你去主動去思考 然後老師題目下來了 你主動去思考 所以你發揮你的心靈力量 還有一種的話 你突然發覺這個人不尊重我的尊嚴 你這樣講其實我很受傷 比如說有人講說 老師你真好 聽得很高興 說你好會胡扯 我說心靈很受傷 然後我講 真的只有靠胡扯就變成好嗎 你有沒有邏輯 會胡扯人就會好嗎 就覺得心靈很受傷 那個其實是我的靈魂 被動的受傷 這是亞里斯多德的一個觀念 就是區分上來講 我們心靈的世界就另外一個獨立的世界 有積極的 有消極的 有主動的 有被動的 這都一樣的 所以同學們可以發覺這種 這種有的時候你覺得你受到侮辱 你不理解 你的sensitivity不夠高 你還不知道什麼叫侮辱 人家罵你 你還不知道 有些人非常敏感 敏感到人家還沒說什麼 他就生氣了 那也不行 有些人非常不敏感 人家罵你 你都不知道 完全不了解 我每一天都在做這種實驗 我每天都在做這個 而且這裡頭有趣極了 其實我們的 我們的那種被動的這種 我們那種被動的認知 往往比主動認識更明顯 為什麼 因為你被動認識是其他聚集在一起的條件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講話的態度 大家經常講 那你態度不能好一點嗎 這個非常metaphysical 你知道嗎 我如果態度很好 你更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如果態度很不好的話 你覺得你受侮辱 很難拿捏 很難拿捏 你知道嗎 一般人不了解 這個差別非常大 差別非常大 我可以舉的例子太多了 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說 好 我們說心靈的光照亮了靈魂的理智 心靈光照亮靈魂理智 心靈就像太陽的光 光是能夠被人的靈魂所保存 因為在Protinus 心靈跟形式相同的事物 也可以說靈魂是被心靈照亮或是所輻射的 那麼心靈的話的這個主動被動的光 好 那麼講到這個神光理論的部分呢 就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再次的強調 我要強調的重點不是在於要告訴大家 我們心理上 我要強調的重點不是說我們心裡通常有一個神秘的力量 所以這個光 這個光叫Divine Light才讓我們看到 不 我是在講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確確有這些東西 的確確有這些東西 比如說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你覺得你的自尊心受損 這很嚴重嗎? 所以自尊心受損很嚴重 但是你知道什麼叫自尊心受損嗎? 這個是屬於你這種一個客觀認知的結果 有一些人的話 這個差別是非常非常大的 差別非常大的 我覺得很多人對於自尊心的認知所強調的重點 不是單純的在於說這個認知結果很具體 而是完全是個人的感受 我曾經合國不久參加過一個女性主義的Feminist Conference 我那個時候因為無少也見故多能鄙視 各處求職問譜找工作 總是有機會就不放棄去參加 聽到一個觀念跟我們講的很像 他說It sounds okay for you But it's extremely irritating for me 我當時的話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英文比現在還好 所以說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講的是一種消極的認知態度 就是個人的尊嚴 那女性主義很喜歡講這句話 就說It sounds okay to you But it's extremely irritating to me 這種觀念就是強調個人的一種Dignity 一種個人的尊嚴的認知 那所以說這個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的確確會發生的 那這種認知的話 為什麼跟我們譬如說認知什麼事情跟聽到的 跟看到的不一樣的 心理的感覺 那心理感覺基本上就是認知態度 像你學心理的對不對 就專門在研究這種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在經驗中都可以查證的 什麼消費行為這個 就是讓那種學管理的去調查一下就好了 但是認知心理的狀態 什麼樣情況下才叫做損及尊嚴 什麼樣叫做尊重你的這種差別就是很重要 所以說那麼這個就是整體來講 奧古斯丁講的基督教神學或基督教哲學裡面 所要做的一個準備 做準備的工作就是 我主要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確有這個部位 它很清楚 它很清楚 我剛剛講的一句話意思就是說 一般人來講 女性主義者更正常 一般人來講可能不會覺得有一些話語 對你來講是insult 是這種侮辱 但有一些人他聽到了 他覺得說有implication 有含義的 那這種implication 其實的話在認知上來講 我覺得就是一種像是 它不是單純的說一句話而已 它是一種心靈上的認知的結果 而且是屬於那種靈魂的部分 就是那種被感覺到 這個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我一直不願意舉這個例子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一件事 我最近常跑兩岸 我覺得大陸跟台灣最大的差別 可能就在這裡 我們是一個從文的社會 大陸是一個上武的社會 這個很明顯 因為每天晚上看電視 大陸一定有各式各樣的戰爭電影 我們在台灣我不知道多少年沒看過戰爭電影 都是愛情故事 這個差別很大 但是裡面真正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這裡會竭力的要維持你心靈上最舒適的感覺 這個差別很大 但是這個差別真正的它不是一個實際上 它是一個認知上的一個差別 它不是一個經驗上的差別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來講 我 因為我理解得快 所以我克服得也快 所以我沒有這個問題 我完全不覺得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以相對應 我平常是想要理解的對象來講 這個非常重要 也說明哲學的用處 就是可以做出這樣 所以說 人並不需要信上帝才能夠看清楚數學命題的真理 也不需要道德上是個好人才能夠清楚看到 神聖的心靈對於正確判斷而言 也不是必要的 因為不信上帝人照樣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 這是奧古斯丁非常重要的觀念 為什麼這個觀念很重要呢? 他要解釋他自己 因為他是從摩尼教教徒變成基督教教徒 所以只要人就有這種能力 只是說你後來要改宗 要改信什麼教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你已經有這個準備改信教的能力 就是把一個弱勢轉換成為一個優勢 對不對? 因為你要讓人家去 你要傳這個教 你要跟理論能夠配合 這個理論配合就是 你具有能夠信基督教的潛在 所以我們在這種問題上來講 就會發覺 其實中華文化跟基督教文化這一點很相似 它是先講到所有的人 然後再強調你有沒有這種能力 在文化上能不能夠自我提升的能力 那在這個宗教的場合中能不能自我提升 這個道理都是一樣的 情況都一樣 所以奧古斯為了釐清他的理論打了一個比方 也就是以太陽的光來做說明 就是說我們需要太陽光才能看到物體 那麼這麼說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 這部分表示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照亮事物的光 必須要是以它為背景 如果看到太陽的光可以照亮事物的光 神光讓心靈看到永恆不變 你不能夠直接看到光 你必須要在光的底下 直接看到光你啥也看不到 它做了這樣的一個比喻 意思也就是說我們探討問題的時候 只能夠不能夠問使得事物成為可能的來源 而必須要從旁敲側擊的方式來看到 那麼即使如此 我們只是說這些永恆的理念在心靈中創造出一些規定行為 使我們能夠依照永恆不變的規則做判斷 即使我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些永恆的理念究竟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觀念其實就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解 就是真理到底是什麼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這已經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必然發生存在的位置在哪裡 這強調的這個觀點在於這裡 就是像我們都會習慣 我們在學校裡我們讀書 就是按照真理會發生的位置思考方式做判斷 那這個部分的話讓我們可以了解到這部分應該掌握的部分在哪裡 好 那麼這個我把這個知識的三種面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上到這裡 因為請大家回去 助教會把這個下禮拜要上的頭影片 我們這裡已經PO上去了 稍微有點複雜 稍微複雜但是我們下一次來上課的時候 要跟大家解釋這個實的知識三種層面 三種因素 作為這個神光理論顯現這個真理的進一步說明 第一種是這個主體是人的理解 是以人的作為理解為主體 是以這個人的這個理解作為主體 我所知道 然後是對象 對象是知識以及不變的科學知識 比如說數字、數學 認為最基本的理智的知識的代表 然後在科學之上還有一種知識、對象 就是什麼呢? 就是智慧的本身 那麼這個智慧在我們的認知當中 這個wism是能夠掌握到最高的善 所以大家可以 為什麼就是說 像你個人有一些理解能力 任何人都有 受不受教育都有 然後在這些人當中他的理解能力 還有一些知識對象 數學的推理 然後產生了知識對象 那還有一種更高深的知識對象 就是智慧 這個智慧的話 使得我們能夠進一步的掌握到 我們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的真實東西 那這個東西 這種經驗 這種經驗 是一種不能說是可遇不可求 是一種可欲求的對象 但是它會一直不斷的在自我提升 我最後要跟大家稍微做一個重要的說明 我認為人的成長的過程 就是一個培育如何運用智慧的一個過程 這個是 那你說要我舉一些實際的例子 你要我舉一些實際 什麼是一個智慧展現的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我可真的是被問到了 我現在的話的展示的方式 我個人的理解 還有我現在在這個生活中把知識的對象 我唯一的方式是我不斷地充實我自己 在認知的過程中 範圍要大 見識要廣 然後看到的東西要多 然後這樣子的話 看看會不會產生聯想的能力 因為剛剛這個同學他在回答我問題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重點 你剛剛講了一個重點 這個引發了我一些同感 他說想到的同時 以前以往知道的拉拉閘閘的東西 合在一起讓我有這個突破的機會 對不對 那這個你是在解一個數學題目 但是你講的這句話 很像是我想要告訴大家 智慧運用的過程 就是你的生命當中 拉拉閘閘的東西 到了不到那個情況 你不會把它聚在一起思考 然後一在一起思考以後 你會慢慢發覺 其實你要解決你不一定是問題 要進一步的理解 你需要的可能是接拉拉閘閘 各式各樣的因素聚集在一起 讓你能夠掌握到你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下一次上課的話 就是從25頁 從25頁開始 就是強調永恆的真理中 心靈能夠感知管理我們存在的 以及我們行為的模式 那麼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奧古斯丁經常以形式理念 理性甚至規則來稱呼這些對象 那稱為數字、價值、義務犯的 或整體稱它們為真理 主要的重點是 真理沒有辦法被一樣東西所代表 但是它確實是由智慧所掌握的 這個講到這個過程 大家要了解這個奧古斯丁的東西是非常豐富的 那麼在這當中的話 我們可以慢慢透過對於這個哲學的傳統 以及這個宗教的背景來慢慢掌握到 這個反對、拒絕、懷疑論的這個立場 那有奧古斯丁以後呢 我順便跟大家講到一句話 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名詞 叫後現代 現在大家一般公認 後現代的起源是奧古斯丁的哲學 那我有機會下禮拜我要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個現代還沒開始就已經到了後現代 後現代的思維到底是講的什麼東西 那麼這裡面的話呢 最重要的存在的就是我們透過心靈力量 所展現出來的那種自由的感覺 學習上的自由感覺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麼是從這個角度開始 我們就可以慢慢理解到 怎麼樣來把這部分做一個完整的吸收 然後之後我們還會有三個人的題目 那樣就比較清楚 既然我們會發展的下面 我們會不會做完整的 可以做完整的 歡迎